我们这个卤料呢 一袋料兑三斤的汤 能够卤至四斤左右的食材 今天呢我就现场用咱们这个卤汁啊 分享一些卤味的制作 预备了鸡爪子 鸭头 鸡翅和猪蹄 我这边水已经烧开了 直接把这种料加入到水中 其他的食材也都经过一个简单的焯水处理 无论是煲汤还是炖煮 这凤爪的指甲一定要给它剪掉 要不然呢非常非常的腥 由于猪蹄呢比较耐火啊 所以呢先卤猪蹄 鸭头和鸡爪子我们都放下来 这样是非常容易成熟了 最后得放 A few moments later 我先捞起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卤汁当中啊 任何的配料都无需添加了 您只需要放上一些葱 姜 这是一料成菜 而且咱们这个卤汁啊 包括一些素材 鸟类呀 豆制品呀 也都没问题 卤汤怎么保存 那一定是油汤分离 就是把汤烧开 上面的浮油撇出来单独存放 烧开的汤 把里面的食物残渣 充分的捞干净 自然冷却 放到冰箱的冷藏 或者是冷冻 每次卤汁的时候呢 还要适量的添加一些新的卤汁 只有这样晚复卤汁 最终呢 你就能吸收自己家的老卤汤 就能复卤汤